各位好,是世紀21每週短平的時間 市建局在中上環、碑利街和嘉咸街交界 推出一個市區重建的項目 這個項目本身除了住宅之外 亦有商業、酒店、社會設施和公共空間 作一個預留 這項目在市區重建的項目 其實不是很多人看到的 今期我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本身位於上環、嘉咸街、碑利街、潔志街、幾條街交界 本身有幾個地段 有A、B、C三個地段 而當中住宅的部分會在B和A 而分期進行 它會將附近一些攤販 攤檔由B搬到A和C 繼續經營 我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是有保留原有街道的特色 附引一些小的零售、小的攤檔 得以保留 而這個同一時間也達到了市區重建的目標 在近期這是比較少見的 其實中環和上環 近年香港的社會發展已經漸漸成為一個 蘇豪區的延伸地帶 近年香港越來越國際城市化 我們看到很多外國的餐館、酒吧 或者特色的菜式 歐洲、地中海、特色的菜式 是搬離了這個地頭 包括了荷里活道、中上環一帶 甚至是蘇豪街、文行街等等 而社會發展對服務式住宅 一些小規模特色的酒店 也有很多在這個區域 其實這是一個中環、上環的舊區重建 既然是這樣 對這區重建的需求是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認同市區重建局 在這方面的動腦根 這次制定了這個計劃出來 迎合了社會的需要 當然同一時間 你不能只擺酒店、擺商業 而這個區域其實也有住宅的需求 這麽近中環 變成在這一區 如果去中環的核心區去上班 始終是很快 走十多分鐘 已經到了中環 差不多所有大部分的地點 所以也都應該受到歡迎 看看這次推出的這個B地段 最初步可以建的樓面 大約19萬平方呎 這些樓面其實也都會感觸 一些在中環工作 尤其是外籍的人士 一些從事金融、法律界、投資銀行界 這些人士 其實他們也很多時候工作到深夜 未必方便住在 離開中環CBD很遠的地區 對這一類的服務式住宅 其實也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這次這個設計 其實是有考慮到這一方面 當然每次市區重建是牽涉到清拆的 清拆也都牽涉到 將現有的居住在那個區域的人士 是遷走讓他們離開 當然也都有 尤其是好像潔志街、嘉賢街 這一類的 有附近一些小的攤檔 這些小的攤檔在這個區內 也是經營了一段長的時間 當然要給它一個空間 如果你是一個永久性的 將這個攤檔清除 離開了 這些小攤檔的生計會受到影響 也是街道的特色 作為香港一個 舊香港文化 其實現在大家都著重文化的保育 文化的保育當中也包括 人民的生活 社會的生態的特色 所以我們知道今次在這個項目裡 市區重建局也著重保留這些 街道的攤檔的特色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都認同這個項目的 我初步看過地價 雖然近期外圍經濟一般 香港樓市也有一個調整 但我覺得這個項目的尺寸 如果不是太大 可能也會做出一個不錯的價錢 初步估計是 這個B西大約是8000至9000 AV左右 總的地價我估計是15至17億元左右 這個項目都應該受到一些大中 甚至是小型的發展商 如果它能夠組成財團去敬頭去參與 看來這個機會也是挺大的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